哈囉 你好 我是小花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影片是關於 浮身英雄的隨從 錦子片 好了 大家看到前面的影片之後呢 就會發現我們一直沒有出隨從的部分 那我們從錦子開始來給大家一個個介紹一下 我們不同的隨從 它的配置是如何 來給大家推薦一下我在實戰當中的一些感受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錦子 錦子就是我們在煙雨樓裡面的一個舞娘 她記得要去給她識別拍照的部分 那我們來了解一下她的技能 首先她最重要的技能是她的怒氣技能跟主技能 她的怒氣技能 風華或是帶有魅惑兩回合 還有包括她的這個主技能 她的那個主技能是魅性的部分 也是魅惑兩回合 這是錦子的主要的兩個技能 其他的技能其實還好 並沒有那麼重要 那錦子的被動技能呢 就是還有一個錦子的部分是魅惑的概率的部分 錦子的被動技能只有敏捷高於敵人才能發揮作用 重點啊 敏捷高於敵人 敏捷決定我們的出手順序 這個其實非常看臉啦 我其實有很多次在挑戰煙紅台的時候 就是有沒有魅惑到對方決定我能不能開荒成功啊 這個真的要有一點運氣喔 那她的輸出呢 就主要是靠這個怒氣技能跟主技能了 都是魅惑對手兩回合啦 你可以理解為魅惑對手沒辦法動 她頭上會有一個粉紅色的標記代表她不會動喔 好 我們對寵物先手的配置 如果你是比較先出手第一個 因為最好是移速是最好的嘛 那推薦的帶來寵物是耳闊狐 來看一下耳闊狐的部分 其實我耳闊狐剛好放在月劍身上 這是有原因的 我們只在講到寵物 是耳闊狐 耳闊狐的這個技能當中是有帶來魅惑的 錦子為什麼優先推薦的是耳闊狐我們來補充說一下 因為我們的耳闊狐進階15集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20%的效果命中並附加挺接壓制 這對於控制系的錦子來說非常的重要 那第二個推薦的寵物呢是我們的金威狐喔 金威狐大家看的幾能 它是暈眩 暈眩概率非常非常非常高喔 所以呢 它主要推薦錦子帶的是控制類的寶寶 如果錦子沒有控制到寶寶可以補到一下 所以這是優先 那如果你像我的錦子不是先手嗎 我是屬於比較厚手類呢 那我們推薦的寵物就是豬 千身甲 羊駝 雕 羚羊等 減傷輔助類的寵物 我帶來看一下我的羊駝的部分喔 我是減傷類的部分就是 羊駝對肝膜帶有氣血啊 包括它專門技能進化我們攜帶者身上的負面效果啊之類的 是比較推薦這個不服 那在護符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推薦的護符的類型喔 其實我想要拿到就是適合的護符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然後來存 護符推薦是敏捷防禦氣血韌性攻擊 注意一下 敏捷防禦就是敏防 敏氣之類的 那我們這邊的護符這邊的屬性 就這邊的屬性 屬性是可以加到我們本身的角色身上的 注意一下這個 很多人都不太知道這個喔 它是會加到我們角色本身身上的屬性這一塊的部分 那我們推薦的護符技能呢 來看一下護符技能的部分 護符技能真的不是很好洗 那就是有什麼先有什麼 推薦瑞智高級 讓大家看我這時候是瑞智低級 寵物在行動的時候是攜帶著命中提高15% 這是我給它裝的原因 雖然它的屬性不對 但是我給它裝 提高它的命中率對不對 好然後其次呢是 尖盾 厚石 磐石 堅硬閃避 或薛樂類的高級技能 我的第二個技能沒有洗掉 所以還要繼續再洗 真的不是那麼好洗喔這個護符 好在珍寶的部分 我們推薦誰帶來是千人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技能喔 是提高它的敏捷速度的 而且持續三回合 然後呢第二個推薦是逍遙火 大家一樣來看一下喔 它是提升我們的護盾 就所以保證它能活下來 這是一個減傷的部分喔 然後再來一個是海明珠 再來看一下技能 是提高命中的部分 其實紫色珍寶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喔 再來是雙身技 雙身技能是閃避 就提高我們就是 奪搶對方技能的部分 這個也很重要 還有一個是首躍 是獲得防禦2% 就這個是保證我們能活下來喔 那在屬性的方面推薦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屬性的部分 因為屬性 珍寶的屬性是可以洗的嘛 推薦敏捷減傷防禦氣血跟韌性 那技能推薦是 那技能推薦是 命中力增加 效果命中增加的 高級秀以上的技能 那這個就不是那麼好寫 大家都知道 這些技能 因為我像等級也還沒有到 我只是先做好 我的這個攻略的部分 大家來注意喔 再來寶石部分推薦是 敏捷減傷防禦氣血跟韌性 你會發現 因為我的影子不是走移速流 我並沒有給它上敏捷 我只給它上減傷 也還會上會心 因為它佔的位置是安全位 比較不會優先被打到喔 但是在後期等我寶石足夠 稍微要做一下調整 因為目前的話 資源不足 所以還要再好好的調整一下 好啦以上的部分 就是關於 錦子這個隨從的搭配配置推薦 你有什麼不懂 跟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在說明當中找到我的滴溪 加入滴溪跟我一起來 討論一下 我們的浮身陰影龍隨從 到底要怎麼配呢 好啦下集來跟大家聊一下 關於月鎮的部分 我是小花 如果你覺得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按讚吧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麼我們在下個影片 再見啦